你說的意思好像不是說你上了某堂課 跟著某個老師或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你們有同樣的背景 但是聽你的意思說只有你是這樣的特殊青春有助 因為是說別人的感受我不曉得他心裡在想什麼 那我只能講說因為這十年來的自己的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說也是一開始你的人生的那個價值跟大方向是什麼也很重要 那你從小因為我這個人就是不會覺得說這些事情 我比較利他的想法 所以我不是跟你講說為什麼看起來會年輕 是因為很小的時候就對上天許一個願 如果這個社會需要我的話不用活太久三十歲就可以了 然後就就這樣子 然後沒想到活到第三十一歲的時候還沒死啊這樣 然後就以後就永遠留在三十歲的樣子 那請問你一下你剛剛說那個那個朋友他念了七年 然後念了三個戲 然後現在有這樣的一個天分可以讓人家願意花重金來 邀請他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上了很短的一個密集訓練以後他們就可以對生命重新燃起希望 雖然在很困難的環境 譬如說你說每天都做同樣的工作然後做很久 但是他們還是可以點燃他生命的火花 這個是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本來這應該是在體制教育內 我們老師應該可以教的 但是他是跟我跟我分享的 他說在美國或者在歐洲 然後其實在人家的教育跟我們台灣的教育很不一樣 人家的教育是在引導跟啟發 然後他不是在考試 所以人家的教育是從小就在就在讓你思考就是生命的東西 那我們不一樣我們是在考試考試考試 所以他意思是說本來社會是需要的 只是台灣沒有 然後他只是在把這些東西再拿來教 那所以才會變成說他在這邊教 就是感覺好像起貨可惜這種感覺 但是他更希望是每一個人都 每一個老師是可以教的 有更多的老師可以教去引導我們的孩子 然後去把他的生命的特質發展出來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整個考試是在 是在屠殺我們的下一步 我所謂的屠殺是在把那中後段的孩子去放棄他們的 但是不是因為這些孩子這個人的是光譜的 但每一個孩子他們應該要到社會的每一個位置上面 但是我們的社會只有關注在前面這個精英的部分 那後面的中後段是不管他叫他自生自虐的 所以他也沒有去要刻意去 我們教育也沒有去引導他們 那他就在講說如果你這個孩子他能夠找到自己的特質 然後社會又有適當的教育去做配合的話 那這孩子在社會上是會有用的 他其實是要如果這樣教育去做這件事情 他的ええ 我的問題是他的他的这样的一個轉變是在這七年的大學教育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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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就這樣的 我很好奇 находится你爸爸媽媽是給你的教育是怎麼樣的 放牛吃草 因為你屬牛 他放好沒有吃 他從來不管了 從來不管了 第一個從來不管我 結果我不是去念軍校嗎 你去念軍校也沒有在念書 整天就是跑五百障礙 然後刺槍樹丟手榴彈 回來了到教室裡面說 我們現在上數學 誰聽得下每個都睡飽了 所以講實在的我高中 是等於沒有念 然後有一次我們去惠文高中 去辦營隊 然後惠文高中的教務主任 就是那個 教務主任 我們在辦公室裡面聊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是不是給孩子太多了 然後我就說對對對 因為我感覺我念高中的沒念夠 第一個 我覺得我高中幾乎沒有念書 講在我好像念到國中而已 然後呢我也沒念大學 我就是哪一天就是看著 看著電視裡面出現什麼空洞大學 然後就隨便看電視看了四年 然後也拿到一張學識證書 然後我就覺得高中也沒念 大學也沒念 到底我們能不能夠做研究 也可以啊 我們的社會 給孩子的東西太多 而且是他不要的 而且花了很多的時間 給他不要的東西 那我覺得真正要給孩子的是 那種啟發生命 然後他能夠反省 然後能夠給他一個重要的概念 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善良 那個善良的價值是要給他的 然後他如果能夠有一個 判斷的基礎 那個天平給他了 然後善良給他了 那你很多的事情 他能夠去判斷的時候 那就夠了 對 他佛祭 我這也 不過他狀況師弟 他努力一下 這好像有一個佛祭 有沒有過了沒有 他那邊有那個什麼 發動眾選 那個短程帶的 那個 最好不好意思 我是很好奇你說的那個朋友 你說的那個學長 你可以來跟他猜到 我想知道你對他的 他今天會成為這個樣子 是因為他念了七年嗎 還是你認為他怎麼樣會變成 不是是因為他的生命經驗 跟我們後面看得到的東西 他是一起成長的 因為他是從小就在同軍 他們就在路上 他們就在爬山 他們他的從小到大的經驗 是跟山裡面是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 我這兩天一直在講說 你要能夠感動到 你必須把你的生命 你的時間 能夠跟這個 這個 整個大的生命 那個列車 你要有那種感覺 咔嚓你就聽到那個卡榫扣到了 你那個時候才可以知道 生命是彩色的 嘿 因為你 你在都會區裡面 你是沒有辦法跟這整個生命 是扣在一起 當你扣住的時候 那你那種感覺就會說 你眼睛閉起來 就好像這個地體變動 然後我牽到死了 然後你就會很快速 去跟這些東西扣住 那你扣住的時候 就會開始思考 那生命是什麼 然後就會開始 開始談 昨天老師 談的存在主意 然後就會再談 那如果人都會離開這些 那時間這麼的短暫 當你時間走一拉長的時候 原來我們人的70年 不過是一下子就不見了 那你到底 你要在乎什麼錢嗎 那你要追求什麼 嘿 那你隨時 你也覺得說 整個生命是一個就是 不可預料的事情 你明天會走 你都不知道 那你到底在追求什麼 我都不曉得 我明天會活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曉得 那你在追求什麼 你還在追求說 25年後退休要幹嘛 所以 所以老師 老師只有跟我們講 認真 把今天的事 做好 嘿 那這個事情 就我們走了 都不會很遺憾 對啊 剛剛畢士長 你講那個 然後生命 生命要有理想性 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有夢 然後去追夢 然後去一直往前走 這樣 就是這種體肢教育裡面 就是缺乏的這些 對啊 那我 我有一個經驗可以分享 就是 跟你一個 對 加拿大的小朋友 就是 有一個機緣 我去加拿大玩 然後 就是 加拿大的朋友 他們帶我去 從 溫哥華 然後開車開開開開開開 差不多三公 三個小時 進去 所以那一路上幾乎 我 感覺到是在森林裡面走 加拿大因為森林很多嘛 但是空氣真的很好 然後 然後 結果 他們那個親戚的小朋友 才小學 那時候是 暑假嘛 三年級 他就問我說 他 他先 問我說 你們台灣齁 那個 會不會很 很煩惱一件事情 就是 路上常會有 那個 動物跑出來啊 什麼 他說 我們這裡齁 因為都是森林嘛 常常就有一些路啊 什麼 跑出來 然後就造成很多開車人的困擾 因為可能會把他 把動物撞死啊 什麼的 他們就覺得很困擾 這樣 那他的 他的困擾是 因為一個森林 在住在森林裡面 然後有那些動物 這樣很困擾 然後就接著 他就講說 我們現在這裡齁 空氣變得很不好喔 然後我就想說 你前面講說 你們這邊都是森林 這麼好 怎麼會空氣不好 他開始跟我講了一大堆數字 從溫哥華那邊算西 西邊 西海岸這樣的 然後每次到了夏天齁 那個 海風這樣吹進來 溫哥華那個都市裡面 車子很多 所以那個空氣啊 就是會飄進來多少 他就開始跟我講很多數字喔 那個 二氧化碳怎麼樣 然後那些有 那個 有害的物質怎麼樣 然後 影響到他們裡面 我就想說 他一個小學生年級 小學生 他就可以跟我講一大堆數字 我真的非常的驚訝 他們那個環保教育 教都教到這樣子喔 對 然後他們很憂心 就在他們課本裡面 他們就是學校裡面 就是這樣子教 對 其實 其實我就在講說 那個 在日治時期 這個 對於台灣 自然的歷史 地體變動 這些歷史 是放在國小課本裡面 然後我們 就是很能吸收耶 對 我意思是說 因為 這個是一個教育的問題啊 就是說 過去 過去日本政府 他是 他們的教育 是認為說 這裡的人民 他必須要了解自己的 自己的國土 所以他就把它放在國小的教育裡面 但是我們 我們 比較沒有這樣做啦 然後就 對於土地的認同就比較低啦 那 不管是 土地的認同也好 或者是 整個地球也好 或者是 你去追求 生命的那種 感動跟意義也好 那其實 自然 對人的生命體驗很重要 因為 你一個人的那種生命 你能不能感受到那種光芒跟希望 或者是整個是燦爛的 跟這個自然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 我沒有辦法 講到那種 你 你必須自己去嘗試 然後去看到 然後 真的是扣到 這些全部的東西 扣住的時候 你就會有感覺了 對 那我想那個無樂天是這樣子 對 然後他 他就 上次給我一本書還沒看 他就說 這一本書 他就說 失去山林的小孩 對 就是說 這一本書不曉得你有沒有聽過 失去山林的小孩 然後 我們台灣的孩子是 那個 缺乏 這個 就失去山林 然後少了很多自然體驗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以至於說 他沒有辦法去感受到生命是什麼 這麼一講 讓我聯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是海洋的國家 可是 我們卻 游泳那個能力 有沒有 那個教育 就是游泳這個部分 因為 早一輩的人 早一輩的人 他們都會認為說 那個 玩水啊很危險 都會禁止我們去玩水 那所以我們的 那種游泳的那種訓練啊 卻不是 那麼的 理想嘛 啊 我們有那麼好的山 可是 我們又卻遠離山 漂亮 水也沒有 山也沒有 然後我跟 我們不是拍 幫我們攝影的那個 清華講嗎 我今天早餐 早餐的時候跟他講說 環境教育其實 不用講 環境教育不用跟他講這個知識的東西啊 環境教育是講感情的 然後 你今天要保護他 難道你不知道嗎 對啊 那我們是要建立那種感情 然後要去保護的 那感情的建立很重要 那 那其實 其實 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我們 我們必須要讓他到 到真正 真正這個自然美的東西 讓他能夠感動的 對啊 那個感動很重要 跟那個 怎麼樣讓他的心 能夠抓進來 很重要 知識的東西其實太多了 現在質詢報上 你要去找 什麼都找不到 只是你不想看人家 對啊 像小學齁 很多老師在抱怨說 那個鄉土教 那個 鄉土語言 好難教喔 什麼 就在那抱怨啦 然後我就跟那些老師講說 如果我們很自然的 在家裡都會講母語的話 我們還要不要上這些門課 我就講 類似的 類似的這種情況 我就舉一個例子 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們的環境交易 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要讓他跟土地 跟這些生命能夠扣住嗎 他的生命 生命就是時間 他的生命 跟其他的生命 跟整個大的東西 能夠扣住 那這次我花了好幾年去扣住 然後有那種感覺 那我就在想說 我怎麼樣透過交易 讓孩子也可以扣住 所以我不曉得 有沒有跟你們講 我不是說 在南投的檳榔園 那檳榔荒廢了 然後樹就長起來了 然後旁邊有一個國小 只有30個小朋友 我要每一個 我要搬一個活動 讓小孩子去那邊拍照 跟樹拍照 每年拍照 然後在他畢業 就昨天講的那個 對啊 每年畢業典禮之後 六年那個樹就長很高了 那透過這六年 跟樹拍照的這個活動 讓他感受到他的生命的生長 他自己的生命 跟其他的犯戶的生命 是一體的 這個是扣在一起的 因為很多都會的人 看到我們的這個峽谷 看到山的景象 也不過那個叫做綠色的